好来看到风冰箱新社一群热爱海洋的青年 从2019年起成立海洋生态监测小队 那么7号呢两位成员今年首度到新社半岛下潜观测 赫然发现前海珊瑚白化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那么受害的范围也扩大的趋势 因为同为监测小队成员之一的新社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 他表示非常忧心 虽然社区农民是配合推动友善农法来维护海洋珊瑚 但是抵挡不住极端气候的冲击破坏相当无奈 特效海信社青年海洋生态小队 今年自主性海底珊瑚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首发团却带来不好的消息 因为监测记录显示 珊瑚白化速度和情况似乎有扩大趋势 做新社在做这个水下监测已经做了至少七八年了 那只是说对比之前应该是2019年的监测资料来看的话 就是白化 今年拍到白化的区域在2019年是没有的 这个月七号也为监测小队议员的潘国祥 会同另一名小队伙伴 两人潜入新社半岛南区的珊瑚海田监测 原本丰富多彩的珊瑚死亡概化奄奄一席 以往生意盎然的样态已不复见 是其他生物的破坏 亦或是生存环境的压力所致 备受社区部落的关注 学者就有讲过就是说其实这个不会是一次性的一个改变 它是一定是经过时间累积而成 那就是说地球环境版海水温度版就一直不断的在上升 所以尤其是在这种水不够深的海的一个珊瑚来讲 它就更容易受到海水温度上升的一个影响 那以新社半岛外面的珊瑚礁群来讲的话 大概平均大概五米以内算是比较浅的一个珊瑚礁群 所以它更容易受到海水温度的影响 还有一些封面的影响 像现在夏天都吹大南风 南风来讲的话 就会把珊瑚礁群上面覆盖一层沙 那也更容易让珊瑚礁虫离开 就变成导致珊瑚败坏 事实上风冰箱新社村从2019年 这群热爱海洋的青年成立海岸生态监测小队企 并辅导协助部落十多位的青年取得海域运动证照 每年不定期下水监测珊瑚海洋生态 更串联新社半岛的农民 才友善农耕降低海洋污染 海陆双管齐下维护海洋生态 然而面对极端高温气候席卷而来 风冰沿岸前海的珊瑚礁生态也陷入危机 未来情况会是如何变化 新社青年也将持续监测 记者石玉兰 风冰采访报道